因为疫情不能出国 很多人都被闷坏了 在台北的收藏艺术中心 讲出来自捷克的艺术作品 开幕式邀请来这个捷克驻台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代表为活动致辞 希望可以借这个文化交流 让台湾民众用不一样的方式体验出国为旅行 各具特色的艺术创作 无论是描绘人物或是捷克的街景 一来到现场就仿佛置身在布拉格街头 台北艺术交易中心与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携手合作 在5月8号的16号举办为期9天的布拉格艺术为旅行活动 让人不但能欣赏捷克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还能够体验捷克的街头美食 很多的这个是艺术的创作 另外我们也有文学的也有电影的 然后我们都有这个等于是特殊的这个讨论会 然后例如看完电影以后有互相的讨论 是深度的认识深度的交流 除了艺术作品之外还搭上2021国际奔牛节 首度公开以12星作为主题的捷克纽 因疫情台湾人不能出国 欧洲也面临第三度封城 董事长透露接下来将会设计意大利的特展 让民众能一节疫情封锁的郁闷 体验出国为旅行 华尔新闻外山彭冠林台北藏国道 所有其他的精神